圆明会最近几年推出了一部落一聚会所计划 乌冈部落早在几年前就提报申请聚会所 不过卡在都跟计划变更 以及无偿取得用地两大问题上 终于在今年八八节这一天举行了动土仪式 主人表示多年来争取辛苦 终于可以得到自己的聚会所了 圆明会近几年推出一部落一聚会所计划 乌冈部落早在几年前提报申请聚会所 但是卡在都计变更 以及无偿取得用地两大问题上 终于在今年的八月八号 父亲节这天举行动土仪式 族人纷纷表示多年来辛苦争取 终于可以得到自己的聚会所了 而且这个聚会所一直在很多的问题里面 大家寻求解决才能够今天来完成 这里面从土地的取得 我们的都市计划的变更 到我们最后还有协商 还有写我们的规划设计 花莲县政府向原住民族委员会 争取经费补助 110年度总计核定 6439万新建四座的聚会所 提供部落族人聚会以及祭典来使用 其中乌冈部落聚会所是 花莲县第一座都市计划个案变更 而获得执行的案例 花莲县部落聚会所计划里面 在瑞税乡的第一个聚会所 No.1第一个聚会所 今天开工 我们给大家自己最大的掌声 好不好 部落族人也都期待 这个等了40多年的聚会所 未来会在这里办理各项的活动 不用再到处借场地 当无可刮牛族人们都在期待 记者高雙雙热血香 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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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